但在那些道理带糖的细节 小丑雅女竟是官配CP 逃出惊魂叶的第三位监管者小丑阿巴 你们看到游戏中的她是这样的风批变态 殊不知她还有温柔的另一面 你们知道小丑名字阿巴的由来吗 因为雅女只会发出阿巴是两个字 小丑便把阿巴当做了自己的名字 阿巴把自己全部的温柔都给了斯黛拉 在斯黛拉面前会温柔的笑 会永远少 而小丑对蛋仔们 小丑回魂了 是非常的变态 就连官方都表示 不服宠雅女狂魔 官方带头磕 不要太好磕了 再看看广大网友的二创 雅院CP下 在这地狱以外的世界里 我会永远守护你 斯黛拉 闭上眼睛的斯黛拉 我要为我们复仇啊 以及小丑的亲情现场 你听个人说 哥哥的家里也有老婆 你的爱伤害了伤害了我 天一避住小三 那复印的生活 可以看出这精神状态也是遥遥领先了 接下来是由九老师的 竟然把两位监管者画得这么可爱 Q萌Q萌的更好刻了 原地结婚 到底谁是小丑 好好好 我的娃都不见了 你俩就水灵的畜生了 给你俩塞柜子也谈个够 我们的另一位追捕者 风向墨比 也是一位可怜悲惨的母亲 但你们知道 小向多多竟是墨比的孩子 告诉你们一个隐藏玩法 当你们玩逃生者遇到风向时 不妨换上小向多多的皮肤 风向就会触发隐藏语音报 这些送出逃生们 刚引这细节 简直不要太到了 其实这也不是 刚第一次出道了 再让我们回忆一下 以前那些道理简堂的细节吧 在马戏团一直被欺负 但是若温暖之后 让你决心出逃的小向多多 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挚爱 便把自己永远冰封的 阴霜骑士 还有被僵尸博士发射管道 而被人人唾弃的失心熊 如果能去的话 就带我回家吧 但僵尸博士做的这一切 也是为了拯救他的女儿 那么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